因为虾有不把我之方 泰国夏王 泰国顶级虾中之王 总代理大风国际 最原始的味道 是由美味的食物而开始 以虾为本 加上超法的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很难啊 因为我在想 一会儿画些什么花 做些什么 反而不是你的手指 都是要做很漂亮的手指甲 才能看见 好像不是很漂亮 不太漂亮 那怎么办 那我们的嘉宾 就是美甲师 我可以这么说 绝对可以 那她是Amy Amy 我知道你来自甲藝社 我想问一下你 因为现在的潮流 很多人都会做这些 凉甲 其实这东西兴了多久 其实大概兴了20年 20年 有20年 但我们真的近这几年 才在加拿大 看到很多人做 因为其实很早期 北美已经是有的了 但是它只不过是流行一些 很简单的款式 就是这几年才 由东南亚 就把这些款式 带多些过来 运载过来 是的 因为多人可能移民 有些人回香港 做了一些 比较新款式的 凉甲 为什么会是东南亚 我经常想 东南亚是否包括 最早 早期开始是日本 是不是日本 反而不是日本 反而不是日本 是北美的 真的一直是北美的 就比较到日本 就幻想了 是的 他幻想了他 其他东西最早 其实也不是凉甲 是水晶甲 水晶甲 用水晶甲做的 其实香港都已经流行很久了 东南亚 但是为什么它流行之处 为什么这么多人爱上了 我真的看到 十个女生 不敢说多 七个左右 是 为什么这么有女生的欢心 因为它可以 所以 正常来说 指甲有些人很软身 水晶甲 我们叫水晶甲 很容易断 尤其是人手要做事 断了的时候 差不多有长 有短 不漂亮 所以流行到北美 在这边就喜欢用一些假的指甲 黏下去 是 我看到很多人做的 但是一路演变下去 发现原来黏甲 就没有利用水晶甲 用水晶甲 就像薄甲那么好 薄甲 你提到什么叫薄甲 薄甲就是譬如 你断了指甲 断了指甲 你便没有了指甲 如果你靠黏假甲 你很容易反甲 又保持得不久 又很假的 那手就流行到用薄甲 就用一些 好像指托那样 就放在手上 用水晶甲 就将它延长 替你做一对真的指甲出来 就是可以将指甲延长 延长 好像医生 对,好像医生 你讲得对了 折驳手术 就好像折驳手术 等于你好像指甲崩了 断了 我们都可以用一些 水晶的脂肪 替你薄了一面 然后再用水晶 替你补一下指甲 你遇到过很多客户 有些是回办公室 有些是在家 有些是在家 有些是有空的太太 有些是比较 有没有什么东西流行 在哪些 例如在办公室的女孩 她真的常常上班 有很多电脑 但是哪些会適合她 有美的 如果比较适合 就是简单 类似像这些 就不落石 或者像这些 画个蕾子 这些 就是比较简单 简单 简单 没有那么多东西 而且做个蕾子 就只是上面是白色 用下边自己的指甲 就觉得很干净 清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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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为了一些 譬如很多人去球 去结婚 去结婚 特别做一次的 有 绝对多 那一定很夸张 那些是怎样 我就很想想 你为什么呢 你都很浪费时间 做完一套 然后真的去展示一下 像买了一个新手袋 一样 她们通常会做些夸张些 那我们会选择 她那晚会穿什么衣服 你会问她 我们会问她 我会帮她 那我们会选择的 因为通常我们 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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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通常会约定你 那我们会问她 你会穿什么衣服 配什么 那我们就会 给她制作一些东西 OK 搞药 我突然这样 她来了 你这位客人 我今晚就要去一个球 Amy 我会穿低胸紫色 还有紫色 前面有一些珍珠 那你会建议她做些什么 那如果呢 我们就要看她戴手饰 多不多 通常她这样 当然会戴手饰 都挺横下的 那我们会提议她 或者会用银白色 比较浅色的东西 因为你要戴手饰 是 如果你做得太夸张 人家就会看到你的指甲 抢了 抢了 就不会看到你的珠寶 OK 那我们就会提议她 比较用一些简单 例如像这些 有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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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石 或者是新凉的 我们会用红色 和她画玫瑰花 有些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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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问一下 今年2010年里面 其实最流行的花款和颜色 是什么 多了 多了 因为像这个 我们会用这些 画雷史 画花 胡蝶 挺有趣的 对 很有趣 对 跟她做胡蝶 做一套这样的指甲 今年最流行做这些花 花位 还有做这些 叫做 麻布朗 即是云石 云石 这些全部是你自己画的 是自己做的 是自己做的 要这样做一套 一套 一套 听人说 一个小时很平均 45分钟 听来好像不应该可以 就这样 譬如说 你用自己真的指甲 你不需要延长 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的指甲已经够了 你只是做一个闪粉 或者做些很简单的东西 大概是45分钟 你就可以做到 真的可以的 以上来 有些人就展示了画面 有些猪有些石 譬如好像你上面 有些猪有些石 那些就不行了 你就要计时间了 大概就要 1小时9个字 他来到你才跟他谈 还是已经知道了才来 大概他都会问 要多久 我们会告诉他 要多久 如果你的花是画得比较多 就要久了 那我们有时 可以去到4个小时 4个小时 4个小时 一定的 譬如说 有些是做雕花 这些是今年最流行的 譬如像那女孩 黏蝴蝶那些 一定是4个小时 因为她又要画花 又要画士多啤梨 她上面指甲的 是士多啤梨 对 有花、士多啤梨 有蝴蝶 那要做一整 要坐在那里4个小时 那这个要4个小时 乖乖地比对 放心 我看得出Amy很好聊 是 很远和你聊 要和他聊聊 四个小时 要和他聊聊 那下面的就画 蝉蝉蝉 这次的也要三个小时 我想问一下 假如像下面画一画 用这么多时间 三个小时又不同 45分钟 那要大概 那价钱是哪个小时 通常我们就会 由35元至100多元 都不等 即是你会做什么 要做什么 例如说 有些要做3D石 什么是3D石 3D石 是凸起的 即是整粒石 三个石 砌一个图案出来 是3D石 现在的交通是哪个3D 他们的主习是3D 我的主习也有3D 如果你做这些 我们就偏是贵的 譬如像我这个 这个也不需要叫3D石 但好像这种 就要贵了 因为要和你砌图案出来 明白 我们下次再请Amy来 今天学了多少东西 3D石 3D石 有些三四个小时 不要想着 四个小时 大家看到 如果有找Amy有电话在 下次再跟我说这些东西 再谈谈好吗 好啊 谢谢你 谢谢Amy 我也不知道 真也不知道 Y&Y已经成立了50年了 解图